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雷 每个月的固定节目,欢迎来到10月的购物分享内容 那这个月我到底买了哪些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呢 请继续看下去吧 那首先呢是一波小小的优衣库和GU家的一个开箱 那这次分享的东西呢都是就是类似于像淘宝一样的 然后呢就淘到一些价格比较低的一些产品 但是也是非常实用的 那第一件呢就是来自于优衣库家基础款系列的一个绒线帽了 那它其实是一个基础款,每年都有出,今年也有出 只不过颜色可能会不一样 然后呢这顶是去年的款,所以呢它可能降价了 那它是一个绒线的,非常的舒服 那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今年U系列推出的一顶帽子 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就我去店里试的时候 它虽然同样是绒线,但它这边首先做的比较细一点 所以可能会显得就是脸部的就是比例不是特别好 还有呢就它这边呢就是非常的紧 对于我们大头轻人来说戴上头真的很不舒服 那像这顶基础款呢它就是非常的松滑,很舒服,很柔软 所以戴上去呢就会很舒服 那虽然它不含毛的成分嘛 但是就是一般我们在秋天啊 或者说是10度以上冬天左右呢 就把它作为一个装饰品吧 或者说一个全身的一个亮点 我觉得这顶绒线帽完全是足够的 那大冬天你可能要戴那种加绒的帽子可能会保暖 这顶的话呢可能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戴呢也是非常合适的 那第二个月发现也是来自于优衣库和马梅联名系列去年的款 那今年它9月份推出了第一代 然后呢10月下旬马上就要推出它的第二代 感谢女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买的呢就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这种Heat Tech系列的一个内搭 但是是和马梅这个系列联名的 那我买它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也买过很多优衣库基础款的Heat Tech系列 就是很普通就是它当做内搭来穿 但是这件不同的话首先它的领口是有做那种像T恤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领口 然后呢还有点就是它的一个袖口 也是做成那种就像我们一般的这种Heat Tech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棉毛衫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袖口一看就看出来是那种内搭的衣服 但它这个做成就是像一般我们卫衣啊 或者说是长袖外套穿的这样的衣服 所以看上去整体就是可能不太偏向于内搭 也适合于你外穿 那你像套一件这个然后呢再套一件马甲 外面再套一件西装 你即使到了室内把它脱下来 也不会让人觉得好像你穿了一件棉毛衫把它搭在那边 就可能会太过于休闲 那这件衣服就非常好 那它的材质呢也是有一点点13%的毛成分 所以呢我觉得在保暖程度上也是非常有保证的 那像这样一件衣服我觉得你搭配一些马甲啊 或者说是哪怕是把它作为内搭穿呢 都是非常好的 它的用途呢可能比一般的Heat Tech呢 内搭呢更实用吧 那正好也是因为是去年款所以降价了嘛 那降价的时候好像有就白色好像都没有了 然后黑色还有存困 然后还有灰色 还有一个什么也我不太记得了 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还有一些库存的话呢 我觉得这件还是蛮值得入手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它不是唇棉的嘛 是那种就是加毛然后加这种秦伦的 可能上身呢没有唇棉那么舒服吧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内搭的话呢 它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蛮推荐的 那第三件购入的产品呢来自于GU家的一件衣服 那它其实也不是今年新款是去年的 只不过呢可能还有库存 它就把它拿出来卖 我看还有的尺寸就把它马上入了 它就是手上的这件格纹衬衫 是不是颜色还蛮可爱的 那相信看我视频比较多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是一个马甲控 而且也喜欢买衬衫 不管是基础的这种黑白灰的衬衫 还是牛仔衬衫 还是格纹衬衫 我都是蛮喜欢的 也是为了搭配我的马甲嘛 那这件GU呢 它就是搭配起来呢 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复杂 但是你只要搭配上面的颜色 黄色啊蓝色啊 或者说是一些黑色基础色 白色灰色去搭配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做一个例子 就把它用来搭配我的一件牛仔的一个马甲 然后属于蓝色系嘛 和它搭配呢 我觉得还是蛮就是帅帅的酷酷的一个感觉 那我现在身上这件其实有点相似 那我这件是来自于去年 优衣库基础款的一件黄色衬衫 那我买它呢 就是为了搭配这件去年的一个基础款的一个马甲 因为这边是领口这边黄色的嘛 所以买一件黄色的 然后其实我当时还买了一件 我应该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买了一件绿色的格纹衬衫 当时也是为了配就这件马甲 另外一款就是藏青色 它这边是一个绿色的 所以呢配了这件绿色的 我就成套买了两套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那说到优衣库的格纹衬衫呢 我去年买的这个基础款呢 我觉得比以前的款呢 要来的材质更加厚实一点 当然它价格呢 也稍微比以前贵了一点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那今年它也推出了很多基础款的 就是格纹衬衫 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下 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条纹 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配色嘛 那我觉得衬衫呢 最好的朋友 就要么单穿 要么就是搭配这种 就是纯色的马甲穿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单品 那接下来分享 这个人买的东西呢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用品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了 大家能不能猜到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般的这种手电筒 那它呢是我在日本的一个 尼托里买的 就是买那种非常 跟IKEA比较相似的吧 IKEA就是外国的 然后呢 尼托里就是日本的一个 专门买这种家具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店 那正好逛到有这个手电筒 我就把它马上入了 那就是以防万一吧 就万一停电啊 或者碰到什么灾难什么的 有一个手电筒在家里呢 还是非常不错 其实很早以前 就是我有过一个 是IKEA家的 然后当时也是去逛IKEA 然后无意当中看到的 然后呢那个就是 好像坏掉了 然后就一直没有就是买 然后正好这次看到 就把它买了 那虽然我来日本十多年嘛 就是也碰到过一些 小小的这种地震啊什么的 也就是导致一部分地区 因为日本有时候地震的时候 它会导就是 用一些就是部分地区 停电的一个措施 就比如说 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就是这个区域停电 然后什么时间到什么地区 就不一样嘛 但是我住的地方呢 目前我还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但是我想 你凡万一 万一真的碰到什么灾难的话 停电了 你就没有手电筒 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那背一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买了这个呢 我当时买回去 我老公还跟我说 说你买个这么复杂的干嘛 就很简 因为原来那个非常简单嘛 他就说这么复杂 看上去好像确实挺复杂 其实不复杂 它其实有两个功能 一个呢就是这边 这你开开了之后 它就会照 范围还蛮广的 大家可以看它一个 体积还是蛮大的嘛 范围比较广 那我想如果碰到这种灾难 买一个大的比较实用点嘛 万一你买太小 照得不清楚也不好 就比较实用 然后它一个功能就这边 这边摆的地方呢 它就是 你这样倒过来 可以立在桌子上面 然后呢 另外开关就可以把它 就是放在桌子上亮灯 所以它有两个亮灯的功能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说你买 想买简单的话呢 其实EK它现在 一直都会有出一些基础款 只不过我觉得可能 可能太小啊 或者说是可能质感 不是特别好 这个呢差不多 好像是日币是1000日元 多一点吧 差不多人民币 五六十块钱 我觉得质量呢 也是非常不错 蛮实用的 蛮厚实的 所以呢我还是蛮喜欢的 那如果说你有机会 逛泥头里的话呢 或者说你家里 没有这种手电筒的话呢 也是蛮推荐的 贝根的话 以防万一吧 那接下来分享一些 美容护肤的东西吧 那虽然我呢 不是一个护肤达人 但是呢也是为了 自己的基础护肤嘛 还是要买一些东西的 而且到了冬天了嘛 更加要对自己的肌肤呢 多多的照顾 不然呢 真的是会很堪躁 很不舒服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我买过FANCO家的一个 就是补充那个 就是胶原蛋白的一个乳液 和就是化妆水嘛 然后当中有一个美容液 那因为马上到冬天 就我觉得我最近肌肤 好像不是特别稳定 好像这边会冒出一些痘痘 所以呢我觉得 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营养 所以呢我就赶紧去买了 一个美容液 就这样一个 那它有一点好处 就是大家可以看 它这里边有一个 这样白的一个空隙 它就是说 如果说白的空隙 如果出现红的线了 就说明这个东西呢 还剩大概十天左右的份 就可以提醒你 去购买补充量 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心的嘛 那这个呢 就是和另外两瓶 而且我以前买过的嘛 然后就是说 对于急救肌肤啊 或者说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的 对忘说一点 就是大家看它是橘色的瓶嘛 不要误以为 就是说它只能和这个橘黄色的 补充胶原蛋白的系列一起用 它其实和它基础款的 一些蓝色的瓶子啊 也是可以一起用的 那如果说不明白的话呢 可以去问一下店员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 非常普通的 就是通用的一个美容液 和其他系列呢 也是可以一起用的 那接下两个呢 是在药妆店买的开架产品 是一个几乎一年四季 除非真的大夏天 一般呢除了大夏天 我都一定要用润唇膏的 因为我觉得 这边干干的会很不舒服嘛 那我也用了很多品牌 日本嘛 反正药妆店 真的有很多品牌的润唇膏 我用了这么多 一般最基础的 用的比较多的是 曼秀雷敦和尼维亚的嘛 然后呢 我更加推荐这支吧 那我也会有我自己的原因嘛 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会不一样 这款尼维亚也推出一些 有颜色的这种润唇膏 那我呢 更喜欢这个基础款 首先呢 就是它的一个颜色 就是白色 纯白色 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然后呢 非常的柔软 就你涂上去 就是不会有 像曼秀雷呢 其实有些款呢 它就是可能涂上去的时候 会很湿润 但是呢 过来一会儿 它会好像有点干干的 但是不是那种 很干燥的干 就是感觉好像 缺水分的这种干 但是呢 这支呢 就完全不会 就会很舒服 但是也不是那种 很油的润 就反正会 真正好好 就恰当你的一个 唇部的一个护理 我觉得非常推荐 就比较简单 比较纯朴 所以呢 我不喜欢那种 比较有颜色的 或者很油的 或者说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功能 我觉得这样 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那它这个就是有蓝色的 还是这个黄色的 而且瓶身包装 我觉得圆圆的 也蛮可爱的 如果说你和我一样 就喜欢那种非常简单 然后呢 只要保持 唇部滋润的功能的话呢 我觉得Nuway啊 这支呢 也是非常推荐的 那接下来个药妆店买的呢 也是一个冬天必备的 一个常用产品 那就是护手霜啦 这个瓶子是不是很可爱 像一个小蜜蜂 就蜂蜜罐一样的 那它的品牌 就是Anne Honey 相信用过 它的一个洗头膏的朋友 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品牌 在日本呢 还是蛮出名 蛮有人气的 那它的洗头膏 我也买过 真的是非常香 然后呢 对护发呢 我觉得也是有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 然后呢 他们家今年 应该去年也有出吧 今年就出了这个 就是护手霜嘛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领开就是 味道是非常香的 就跟他们家的 洗头膏护发 然后呢 它开开来就是 就这样子的 就这样的一个质地 很柔软 透透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就是它 你放在手上 这样弄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 就是柔软的 就是还是满 素干性蛮好 就是不是那种像 一般的就是有 我用过一些就是 裤手上它就涂好之后 手上还是很油油的 这种感觉 但是有的人 可能喜欢这种滑滑的 那它呢 还是蛮素干 但是不是那种 很拔干的 然后呢 也是很滋润 然后香味真的很香 如果说喜欢的朋友 应该还蛮喜欢 但是可能 对香味比较敏感的朋友呢 可能会觉得它太香了 那我自己个人呢 还是蛮推荐的 因为瓶身真的很可爱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十月购物分享内容啦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那我的视频 也会继续分享更多 我在穿搭方面的一些感想 我的优衣库主题等等 还有呢 每个月的固定节目 我的购物分享等等 那如果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